大家好朋友们 18点13分了啊 天还亮着啊 不错啊 天越来越长了啊 在户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又有粉丝朋友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给我爆料啊 感谢大家伙啊 非常感谢 给大家看看这个啊 这个过年了 又开始堵车了 这个大家伙又在高速上扔垃圾了啊 呃 出发前请备好垃圾袋啊 但是中国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他想不到 他认为 是吧 你比如说嗑瓜子 有的人就满地的扔啊 满地扔 我还记得 18年19年 18年18年 我又回国 我回国待了俩多月 然后这中间呢 我跟我媳妇去了一趟内蒙古 呼伦贝尔大兴安岭 还有那个墨河北极村 到那墨河北极村 来了 那么六七个吧 听着口音就是东北人 听着口音就是东北人 当然不是那个墨河本地的 他们也是游客 在一个凉亭里边 我跟我爱人在那休息 然后这个其中尤其有一个女的 就拿了 瓜子 磕 吃完之后 啪啪啪 就那个那个 瓜子啊 那皮啊 就扔的那个 满地都是啊 就是我那火腾腾的啊 我就想说他 后来我忍了半天 因为我算了一下 大概这样的人 如果中国啊 这个14亿的人口数 14亿1000多万是准的 这样的人 我觉得叠有个12亿 或者12亿5 甚至13亿 80%到90 甚至更多的人 都是这种人 所以我也没办法 是吧 我就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中国人不常说这句话吗 是吧 个人自扫门前雪 哪管他人瓦上霜啊 说实话这人呀 他就不一样 真的 你看我们家就住在安定门外 青年湖就那一片 我们家人就跟别的人 就是不一样 就是我们家人 就是比较的素质高 而且具有爱心 就喜欢帮助别人 你看就在生我的那天啊 在那么五十年 更往前一点啊 五十多年以前 生我那天 我妈都快生了大肚子 我妈是生过七个孩子 七个孩子都是在家生的 我是最后一个了 活下来五个 就是马上要生我了 那天早晨 我妈还帮助我们那一家 姓王的 他们家的那个 算是啊 如果跟我这算算是爷爷辈的 他们家的爷爷 就是地主 文化大革命 就罚他 就是迫害他 强迫他 去每天是打扫卫生 那天下着雪 而这个人有点半身不随 身体不好 多了多缩的 我妈特别勤快 起得早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 然后还帮他扫 为什么呢 就得天不亮 帮这老头去扫雪 然后如果你天亮了 我妈还配 我妈还害怕被别人发现 把我妈也给举报了 所以我妈 我当然也也可能不是每一天啊 反正经常帮他扫 反正那老头多了多说 是一个半身不随 每次都跟我妈客气 谢谢大嫂 谢谢大嫂 就那样 是吧 这个 要说到我爸 我爸是一个 原来是个工人 也是干体力活的 后来入了共产党 加入了共产党 是吧 这个你可以说他追求光明 也可以说他上了贼船 看不同的人 不同解读 后来就临退休 混个复科级吧 反正最后就复科级啊 这个就那名小干部 哎 但是 这个我们那儿那会儿是公共 厕所好几十户 人 好几十户 这几百人吧 两三百人可能啊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共用一个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 就在男女厕所之间 那底上啊 有那么一个空当吧 大概有那么一个小灯泡 那会儿的条件很差 北京的供电那会儿很差 每周 时不时的 可能就有一天到两天 就会断电就停电 然后各城区的各城区 那个工厂还是轮着停电 那个年代 那个供电是不足的 对了 去年开始中国的供电又出现问题了 之前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慢慢慢慢的 没有供电出现问题了 现在又走到老路上去了 哎 那会儿那灯泡憋了 那我爸自己花钱 那我爸也不是干这差事的人啊 我爸花钱带着我跟我哥 拿着板凳 哎 就就把那个给拧了 哎 给那个换新灯泡 完全都自费的 是吧 你说这是为了谁啊 好几十户呢 怎么没有别人干这事啊 哎 就是在干这个事的时候 你还得喊一嗓子 虽然挺高的 但是也怕对面 隔壁是女厕所 还怕人误会 还得喊啊 女厕所有没有人呀 啊 没人 没人 你再上去弄 有人 你还等会儿 对吧 还有一次 我记得夏天 夏天 那个我们那边形成了一个 就是大家不自觉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政府 比如说东城区政府 和平里街道办人处 或者北京市政府 他也是不到位 该提供的这个垃圾的 这个这个存放啊 或者是运输啊 再也没到位 就我们那产生了一个垃圾堆 哎 一个小山 反正大家你也扔他也扔 后来那天下班 我记得夏天 我爸说 反正是借了一个 还是哪找了一个 还是我们家的小推车 我就不记得了 有那种俩轱子的小推车 推上 我爸还让我们找上铁锹 扫帚 什么拨去 就让我们跟着 我还多嘴问一句 我说干嘛去啊 我爸说甭管 跟着就行了 完了到当街就干这个 我还记得我们有个邻居 姓石 石头的石 他们家老家是山东东厄的 就是出那个厄交的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个大爷 他一看我爸开始干活之后 他脸红了 他觉得不好意思了 真的 因为我爸也没挣这份钱呀 对吧 然后他也就 有他可能还有别人 有几个还算不错的邻居 还算有点素质的 就过来帮忙 好像一块 我们就把那个垃圾吧 一个小山也不是特别多 就给清理了 这是我父亲给我留的印象 当然了 我们那的人 还有我记得 你说这倒垃圾 这刚才这扔垃圾 是吧 你这个 我们有个邻居 跟我们家关系非常好 他那个 有个儿子吧 大儿子吧 不是大儿子 反正他们家有六七个孩子 其中一个儿子开出租的 这开出租 这儿子又生一儿子 有一天 我就住那楼的一层 他住我们家的上面 三层四层 忘了 就那儿子 夏天 就是一袋垃圾 吃剩下的东西 拿一个缩料袋一系 就从楼上直接扔下来了 就干这个 还有的 原来我们住平房的时候 这个有的人家啊 都住平房 就是有的人家的卫生就不行 你一进他们家那屋 就有一股发霉的味儿 就是说他的卫生啊 他不洗澡啊 洗澡洗的不够勤 当然那会儿家家没有条件 得去外边的 像我们那儿和平礼 澡堂子 和平礼的澡堂子 现在叫和平礼大酒店了 变成一个宾馆了 那会儿我们都去那儿洗澡 他们有的家就不洗 然后那个屋里边 那个被子 褥子 包括那个吃的饭碗 就有一股真的发霉 嗖的味道 你要是不习惯 有点像那个咸菜呀 叫什么酸菜呀 就那种味儿 反正挺恶心的 是吧 还有一件事儿吧 我就是有 我有一次我记得 好多好多在北京的人啊 有的他不一定是北京本地人 也有外地的 你别看他开好车 开着奔驰宝马 就那素质 有一次在南四环吧 工艺西桥那儿 我从大鸿门拉着油 开着我的帕萨特啊 我是拿帕萨特当货车拉货 就有一个车 一个大大大宝马啊 那哥们看着就不像北京人 像是南南边一点的 南方的 也不知道哪个省的人啊 就随手从车窗就扔东西 就素质特别差啊 这个我看了之后挺来气的 给我留的印象也很深 我我也产生垃圾 大家看我比如说做节目 还打喷嚏 对吧 我打喷嚏 我不得用卫生纸什么的吗 醒个鼻涕什么的 但是我都留在我自己车上 留在我自己车上 然后到方便的劲儿 哎 我找个塑料袋 找个什么的 我扔到垃圾桶里 我也不会乱扔啊 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啊 但是我印象中 最起码我自己是唾弃 这种行为的 还有一次是06年 我们一家三口 从北京坐火车 啊 那是那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啊 然后那个我们去呃 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 然后从广州再去汕头 那会儿去看我姐 那会儿我的父母也在汕头 跟我姐在一块 哎 然后在坐火车的时候 就你看这人的素质啊 就说我必须夸我自己 就是不一样 因为那个那大年三十了 而那个火车上没多少人 那个乘客很少的啊 然后那个列车员吧 在那个广播室就广播 说大家可以来点歌 哎 谁都可以点 那很多人就点歌吧 点歌都是给自己点的 自己或者自己家里人点的 而只有我 哎 我写了一个条 点了一首歌 然后他会广播 把你的祝福与广播 我说这首歌 献给所有的坐这趟列车的乘客 以及列车上的工作人员 对吧 你看这人的层次 人的胸怀 是吧 人的想法 他就不一样 哎 然后我们就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 我还记得住在月秀区吧 好像有一个宾馆 叫东海宾馆 我们就住在那了 嗯 然后那个初一的晚上 那个在那个广州的珠江边 就是那个白天鹅宾馆 白天鹅好像是霍英东 他们投资的吧 就在那个宾馆 那个江段 要放烟火 放烟火 放烟花啊 大概那人多了 十万二十万也许啊 反正人很多很多 我们也去凑热闹了 去看那个热闹 结果就开始 蹦蹦蹦就放 当然很漂亮啊 大家就鼓掌啊 喝彩啊 然后放完了 就散了吧 散的时候 我一看 哎呦 满地的垃圾 有很多人 比如说坐累了 站累了 就带个报纸 什么的啊 还有吃的东西 那包装的东西 那垃圾 我一点不夸张 只有这么厚 也许十厘米啊 反正厚厚的一层 整个那江岸边 那一片呀 哎呦 我当时那心情啊 真的可以用沮丧啊 甚至是绝望 我当时对这个民族 对中国人 我真的充满了那种 我都不知道用语言哈 这个这个 反正是很很 很悲哀 很悲伤 也很愤怒 也很无奈 反正就多种的那种情绪 交织的啊 那么一种情绪 反正我自己是不会扔垃圾啊 然后当然我们在体育比赛的场合 也看到日本人 是吧 当然日本人是确实素质好 我到韩国去 也看到韩国人 也有不文明的地方 我到韩国去旅游 韩国人 比如说我们去参观 是青州吧 叫什么 有那个总统的官邸 总统的别墅 人家规定好了行车 不是行车 行走的路线 是吧 有现场 有工作人员 也有那韩国 那个 一看就是来自那种 不是大城市吧 就那种穷乡僻壤的那种地方的人 那种老太太 大妈 啊 跳广场舞的那一类的人 也是不守规矩 让人家呵斥 啊 还跟那笑 我觉得 就当别人说你的时候 你还在笑 其实就挺不要脸的 真的 我觉得他就是不要脸 啊 中国人也不是最差的吧 我记得 1114年 我们全家去欧洲玩了十多天 是吧 那到意大利的那个佛罗伦萨的餐馆里 哎 我们这一桌 还就很安静 当然我们这一桌除了我们家人还有一块 那个团里边那个旅行团的团友啊 我们就很安静的吃饭 旁边一桌就是韩国人 也跟他大呼小叫的 是吧 不过总体上来说啊 自从1988年吧 汉城 当时还叫汉城啊 举办了奥运会之后 韩国人的素质再提升 之前也是出声大嗓的 大呼小叫的 是吧 呃 台湾我也去过 台湾人素质还可以 台湾的那个道路各方面还是比较干净 虽然他那楼房有些老旧 但不影响他的文明 好吧 朋友们 谢谢了